哈喽,大家好,我叫Alicia Valerina,叶雅琴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关于中国传统服饰 你们看,我穿的这件衣服叫做汉服 汉服是汉族传统服饰 是从皇帝时代至明朝末年替发衣服前的祭祀天年中 汉族的独特服饰体系 汉服是世界上几个最悠久的民族服饰之一 汉服拥有多个特点,其主要有交礼幼锐、大金、宽衣薄带、细带银扣等 我还使用中国长笛形式的属性 笛子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汉族乐器 也是汉族乐器中最具代表性、最有民族特色的吹奏乐器 大部分笛子是竹质的 但也有石笛、玉笛及红木做的笛子、浮石还有五笛 那就是我对中国传统服饰和乐器的一点解释 希望大家喜欢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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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